哈囉,大家好,我是狂人 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哇,這是誰啊?怎麼這麼帥啊? 沒有錯,他是陸服新出的拳斗魔人 普通攻擊對單體兩連擊造成100%的攻擊力 絕技對整排橫的五連擊造成150%的攻擊力 好,還有一個被動技能 激勵我方額外獲得一個能量持續兩個回合 並且提供50%的自身絕技免傷 好,看好了 好啊,帥氣,接下來索尼克這一下子斬掉了 我們馬上再一斬,又斬掉了 接下來奇遇攻擊,馬上再最後一斬 你們怎麼速度這麼慢呢? 你們是不是在做復健啊? 這些是什麼呢? 好,321 哇,哎呀喂 好,攻擊力來到了110萬了 接下來要幹嘛呢? 哈囉,古代王 今天算你倒楣 之前都打冥界王 今天來打古代王 幹嘛,你要幹嘛 好,本場戰鬥 開始 是大圖 這一個時候古代王 哇呀,哇 前面的索尼克 一般的索尼克 倒下了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 沒有錯,我們拍片拍到一點半 還沒有辦法睡覺啊 所以請記得訂閱多多支持狂人 好,接下來我們來打這個 惡夢15關的 的章魚 好,馬上開始 這一次童地 有先出招 接下來 惡狼 這一個惡狼 完全沒有力道 馬上輪到我們的 索尼克 一隻 哎呀喂呀 這個 跟大象一樣啊 有沒有,鼻子好長啊 好,我們的惡狼 被敲一下 一個灰 怎麼才17萬呢? 好,這一個時候 索尼克 這一次1200萬 再一下這一次1100萬 還有一下 深海王BOSS 1100萬 倒了 接下來 殭屍俠 基諾斯 不是 好,又來了一個大象攻擊 馬上有攻擊 接下來 再一下 倒了 1500萬 再一下 又倒了 最後一下 還是 倒了 第三波攻擊 剩下 殭屍俠 跟我們 哇 哎呀喂呀 好,索尼克又來了 這一次大隻的深海王 倒了 馬上還有四隻 我們也即將 倒數計時 好,在倒數計時之前 先給你打一波 一下 兩下 三下 第四下 接下來 剩下 三隻 剩下 剩下 哎呀,你們怎麼這麼慢 你又打不過我 怎麼這麼慢 好 剩下三隻 剩下兩隻 本場比賽 結束 好 打完這個之後 我們去打 弟弟王 惡夢弟弟王 是吧 已經不夠看了 趕快開放 地獄弟弟王吧 好 我們這一下 普攻 三百萬的傷害 接下來 弟弟王來了 哎呀 一般八十萬 還沒有結束 還有三隻 這一下 兩百六十二萬 哦呦 我們的二郎 還在 馬上 二郎演一個連環角 接下來 再給 索尼克 SONIC 來表演一下 第二波攻擊 這一次二郎應該是守不住啦 好 這一下 殭屍俠 趴了 二郎一個追擊 二郎也倒了嗎 還沒有倒 非常的頑固 好 這一個時候 終於倒了 我們的索尼克 可以進行的 表演了 這一下 一千一百七十五萬 好 馬上 打九眼一個普攻 我們再一個追擊 又倒了 剩下兩隻 開個擊關槍 馬上輪到 弟弟王的小弟 弟弟人 好 弟弟人 倒了 最後一隻 這一個時候 再一個普攻 應該要倒了 好 還沒有倒 博士再開個槍 哎呀 你就剩下一隻了 你還在掙扎什麼呢 好 到了第三波了 這一次 能夠 順利的收拾 弟弟王 夢境之災之 BOSS之 弟弟王嗎 好 這一下子 暴擊了 一千三百萬 馬上就剩下 四個小弟了 我們請這一星 請王 王倒了 就剩下幾個弟弟人了 你再來呀 看來 對我們已經沒有威脅了 接下來 第二回合 好 倒下了 最後三隻 最後兩隻 最後一隻 最後兩隻 最後兩隻 這個掙扎是沒有用的 好 接下來我們殭屍下一隻普攻 馬上索尼克進行一個收尾 這場戰鬥我方還是取得了勝利了 馬上我們到排行榜 來看一下這邊的玩家 他們的角色都練什麼呢 好我們往上看目前到三百六十七萬三百七十萬 看到了蚊子 還有普洛斯 覺醒龍卷 閃光弗拉修 惡狼 豪傑 背心 警犬俠 我們再往上看看我們索尼克在哪裡呢 阿修羅 覺醒龍卷 閃光弗拉修 警犬俠 這麼多是這幾隻都沒有索尼克啊 你們有沒有看到啊 完全都沒有啊 有 有 有一隻 好 接下來要幹嘛呢 打完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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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打冥界王啦 古代王打完打冥界王 今天還是老樣子 給冥界王看一下我們的威力 這個時候 冥界王當然還是倒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 這個的時候 這個時候 又來了 這個時候 再三千萬 這個時候 又來了 這個時候 這一次 那個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哪個時候 哪個時候 馬上 這 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